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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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坚决不能给大奸臣秦桧赐作 而江宁区博物馆方面则表示 对秦桧的雕像会撤走 至于这个作像 将会永远被封存 不会拿出来试人 其实秦桧到底是贵士座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情感的问题 因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讲究的就是一个中军爱国的思想 岳飞作为中军爱国的典型代表 自然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 而岳飞的正面形象和秦桧的负面形象 主要也是典籍和小说中所刻画的 至于历史究竟如何 其实谁也说不准 但是对于这种爱国护民的思想 我们应该一直追求下去 如果连谁是奸臣 谁是忠臣都分不清楚 那么就真的要突破底线了 秦桧死了之后 民间无数的人对其都表示痛恨唾弃 甚至当时有人指着秦桧的贵相大骂 甚至连秦桧的后人都觉得羞耻 后来有老百姓将油条命名为油炸会 百姓们纷纷抢购 可见且对秦桧的痛恨 民间情感如此 可见正道仍在人心 薪加烟